哈喽红薯宝宝们大家好 Sam老师又上线了 最近呢很多红薯宝宝在下面留言 问我为什么叫Sam 叫Sam的原因呢是因为 理发界有Tony老师 化妆界就有一个Sam老师 所以我就管自己叫Sam老师 那么今天Sam老师呢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就是 服装 我最近一直在录各种各样的节目 所以需要大量的内搭和毛衣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拆一拆 我最近录节目买的一些 美毛衣 看 是一件可可爱爱的小毛衣 它还有一件深蓝色的 然后上面的小发发是白色 我就觉得这种浅色的衣服呢 冬天节目的话就比较的温暖 而且偶像最女主角的感觉 就是奶白色 它又不是纯白 因为纯白呢会有一点太冷了 但是这种奶白色呢 它就是会很温暖温馨的感觉 我喜欢它这个小领子 好可爱 大家锁定银上的小店 就可以看到我穿这件衣服的OOTD了 就是我买了一件 卡其色的长款毛衣 它这边有一个小设计 反正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想的就是如果垮掉 我就给我妈 这件毛衣我一直想买 我没买它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太多这种小白领子的衣服了 我买衣服啊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很怕有时候我会冲动消费 我就会把我喜欢的衣服呢 先把它加入到我的购物车里 再过一个星期以后 再回头去看 我是否还喜欢这件衣服 如果我内心还是觉得想拥有它 我就会买下 我以为会小结果 刚刚好 哇 太完美了 而且很显瘦 你知道我其实不太能穿 这么紧身的毛衣的 会显得整个人很爽 就有点虎背熟腰的感觉 所以呢我其实很挑毛衣 然后买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一些胆怯 但是因为看到它是 七天无理由推荒 所以我才下手 这衣服好好看呀 但我觉得这衣服 唯一的住所 真的还有点长 但是这个颜色很好 而且这个毛衣的质地 是那种很轻松很柔软的 我不太喜欢穿着 很硬的毛衣 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有三件蓝色毛衣 这三件蓝色毛衣 都长得大叉不叉 所以我买了两套裤子 这裤子跟我想象中 好像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颗粒感的那种 毛毛的 然后有一点厚 这裤子的垂感 没有那么好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灰色的 这裤子我看中很久了 一直想买 就和这个衣服一起的 好像工程中的不太一样 它有一点呢 它颜色有点成熟 它的布料是这样 凹凸不平的 所以呢 它会有一种膨胀的感觉 估计会有一点显胖 这样 我最爱的品牌 来看看 一个大红色 这样 看 哦 可以这样 它有一个这样的小布袋 我这布袋也太长了吧 这个布袋可以装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新年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就戴上它这样比较环保 啊 红色的小袜质 给本命年的 他 最爱吃的女生的袜质 绝对最ok的男女都ok 看 太可爱了吧 这个小兔子 正好没有新年的兔子装 哎 一下就可以过年的时候穿起来 新年兴气象 红红火火 这是一件这个颜色的 有一点那种粉紫色 他们家这种颜色搭配我这种小红包 新年的小红包 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们大红包 是我的小鞋子 好期待啊 好看吗 高福我都买了好多好的这种小皮鞋 这鞋我找了好久好久 然后是通过我的朋友师叔 他帮我找到的 还有这个黑色 还有一个是那种灰色 灰色会比较多一点 黑色断码比较厉害 而且还有一点点增高 哎 终于拿到了 好开心啊 谢谢叔叔宝宝 好了 那今天Sam老师的开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拜拜